星辰国中趁着暑假期间封闭校园正在进行跑道改善工程 没有想到却被一名罪悍闯入 被人发现后还一度亮刀趁戏逃跑 引起校方非常紧张 而警方在获报后也立即透过监视器画面 锁定涉嫌的无姓男子 讯后依刑法无故侵入罪韩宋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车一路鸣笛火速抵达学校 因为刚才有陌生男子手持武器 闯进校园爬爬爪 你有被踩到 翻墙出去往那个方向 台电那个方向 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事情发生在这个月1号下午4点钟左右 一名男子突然闯进花莲这所国中 在穿堂乱乱舌 当时正在校园施工的工人 看到男子走路摇摇晃晃 疑似喝醉酒便上前说 校园没有对外开放请他离开 没有想到男子突然暴走 与工人发生冲突 甚至还亮出预藏的利器 只是工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马持武器阻止 再找机会报警 男子这才匆忙逃跑 这个仓库 上面搭自我 那个有点像草色的那个包包 所同仁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 发现该男子年约50岁的无姓男子 那经询问校方 该校全日委管制时段 禁止民众进入校园 那针对 严谨 针对本案 严谨将通知无姓 无姓嫌犯盗案说明 警方查出男子是辖区治安的毒品人口 他盗案后解释 当时只是想进校园逛逛 没有其他意图 而且没有携带力气 不过还是被依法送办 幸好现在是暑假期间 没有学生上课 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记者徐丽请林千亿花脸采访报道